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制作鱼踏 我就经常吃鱼 有时候实在吃不完就会喂浏览猫 我叫李宾中 自学鱼踏已经有8年时间了 鱼踏就是用墨汁 把鱼的形象和特征 探认到纸沾上的一种艺术 做这件事情最开始是我父亲的影响 他喜爱钓鱼会把鱼用鱼踏的方式记录下来 和照片以及绘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他可以1比1的把鱼还原到纸张上 即便是宋代制作的鱼踏 我们现在来看也可以清晰的了解到鱼林 鱼鳍以及鱼的整体轮廓 除了他的鱼踏艺术心上 在鱼类研究上也有它的价值 我跟鱼老板不会计较鱼的价格 更多的是要让他们帮我挑选一些鱼林完整 鱼鳍没有破存的鱼 老板就会觉得我太麻烦 我就跟他们说这个鱼我要用来作画 所以选的鱼像模特一样 我给他们看在合作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耐心的帮我挑选 斑链也细一点 把多余的水分吸收一下 固定好鱼的形态 给鱼体身上上色 用海绵做一个过渡 把眼珠的位置预留下来 我踏过的鱼数量最多的是鲤鱼 这八年来踏了大约有两三千条鲤鱼 可能比有的人一辈子吃的鲤鱼还多 它的最大的鱼呢 是我父亲钓的一条鲤鱼 它的长度有一米三 重量达到了20公斤左右 最奇特的一条鱼呢 就是鲨鱼了 来我这购买鱼它的大部分是 沿海一带做水产生意的客户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意 图一个好的彩头 比如双鲤银财 招财鱼 鱼悦龙门等等 这个制造呢都是沿南吧 多一点东西 多一次东西 比如说我踏了八条鱼 第七条鱼它肥了 这条鱼也就是肥皮 于他艺术呢 它是一个来自于民间的艺术形式 我不希望它高不可攀 所以呢我每一幅作品的定价都很低 有的作品一百到两百就可以买到了 远远低于这幅作品的装表费用 这也是我开这家鱼它淘宝店的初衷 很低的价格让大家更好地去接受它 我希望让这个小众的艺术 能够传播到大众社会当中 我未来打算做一个直奔水族馆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把世界上不同种类的鱼都做成于它 就算在的自己船里ach 我永远都做了很多oro 我永远就做了很多 要做这个小众